艺人尹雅伦被检方提起公诉引发关注 此前网红耀乐指控在演家中被他偷拍性爱影片 而且当时耀乐还未成年 这个爆料让媒体网友震惊 今年6月时耀乐召开记者会 尹雅伦突然出现对着耀乐举功道歉痛哭不已 还不断向媒体喊话绝对没有做任何强迫意愿的事情 7月3日检警开始调查 也通知严雅伦道案说明 当时严以新台币5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 但严仁主张自己的清白 而今日士林地检署宣布 征结依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仿制条例 对严雅伦提起公诉 而强制性交罪嫌则不起诉 严雅伦拍摄未成年并散布影像给两位网友 警察官向法院求处罪罚 让严雅伦涉嫌性剥削未成年网红的丑闻 再次成为社会焦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